男人得了厌食症 已经饿了八天受到皮包骨头 眼看要去见阎王 突然被食尸鬼附身 男人三下两厨二就吃光了面前的食物 这可惊呆了家人 老婆给他加饭 却跟不上他狼吞虎咽的速度 没一会便将盆里的饭吃干抹尽 甚至还把父母的饭菜一扫而空 家人还以为男人是临死前回光返照 全都担心不已 劝他少吃些 男人却还没吃饱 竟一溜烟冲到大街上 一拳掏晕水果摊老板 当着众人的面尽情吃了起来 老婆被他的行为吓到 苦劝无果 只能向旁边的婆罗门求助 殊不知 这个小婆罗门乃家内侍所化 来此目的就是要捉走食尸鬼 他从邻家上拿掉一片木菊叶 还画出一个制高饭的符号 然后把木菊叶压在糖球下面 让女人送给老公吃下 男人看到美味的糖球 一口一个吞了起来 等他吃掉那片木菊叶 瞬间腹痛男人 捂着肚子在地上哀嚎 食尸鬼被成功逼了出来 刚想逃跑 却被家内侍一把捏住 把他带回了丛林 还夸他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原来他意外救活男人 治好了他的厌食症 但吃东西也不能一直暴饮暴食 接下来家内侍给食尸鬼 讲了另外一个故事 曾经有个贪吃的男孩 半夜趁父母睡着 悄悄来到厨房 端着妈妈准备的供艇 开始大快躲 一直吃到凌晨三点 几乎吃光了整个厨房 明白儿子是吃饱了撑的 赶忙把儿子抱到床上 为了助他消化 村医给他开了一罐酸梅汤 可男孩喝完酸梅汤 依然没有任何效果 看着儿子疼得撕心裂肺 没办法的父亲 只能向家内侍祈祷 不一会 家里就来了一位占星师 说自己有办法治好男孩 按照他的要求 父亲把儿子抱到 家内侍神像前面 占星师从身上搓出一个泥丸 配上家内侍神像前的狗牙草 瞬间治好了男孩 一家三口对占星师感恩戴德 占星师劝男孩以后 控制食欲少吃鞋 男孩却表示自己 克制不了自己的嘴巴 看到食物就想吃 占星师建议男孩 敬拜家内侍 集中注意力向家内侍祷告 就会忘记美食的诱惑 于是男孩开始跟着父亲 去神庙学习供奉 路过卖美食的小吃摊 会刻意用手遮住视线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中 他慢慢成了家内侍的前程信徒 完全可以抵住美食的诱惑 将心爱的炸糖球献给家内侍 等所有仪式完毕 他拉上窗帘 请家内侍享用糖球 可左等右等 盘里的糖球却一个没少 他又在帘子后面等了三个小时 糖球还是一个没动 男孩以为家内侍不满意自己的风险 竟然伤心地用头撞墙 皮偶爱家内侍现身吃糖球 千钧一发之际 家内侍身手阻止了他 男孩抬头一看 果然是家内侍现身于此 随后他开心地将糖球喂给了家内侍 家内侍还拿起最后一个糖球 亲手喂给了男孩 男孩吃完糖球 端着空盘子开心地跑回家里 告诉父母家内侍吃了他的糖球 可老爹看到他嘴边的糖油 瞬间拉长了驴脸 说撒谎是很大的罪过 小孩要学会诚实 你自己偷吃还敢甩锅给上主家内侍 任凭男孩怎么解释 老爹都不愿相信 男孩只能和老爹端着糖球 重新来到神庙 准备让家内侍现身 证明自己没有撒谎 可所有祭祀仪式结束 男孩伸头去看祭品 结果糖球一个都没少 他只能重新尝试 奈何试了八遍 家内侍也没动糖球 面对老爹的责骂 男孩突然想起要用头撞墙才行 于是又一次要一头撞死在神像前 家内侍终于现身阻止了男孩 还伸出长鼻 吃下了盘里的炸糖球 老爹被这一幕惊呆了 赶忙五体投地行大理 可家内侍却并不开心 他告诉男孩 伤害自己是不明智的行为 逼迫自己现身更是错误的行径 他建议男孩靠潜心取悦自己 以后有了合适的时机 自会出现在他面前 等家内侍离去 男孩开始跑出去分享糖球 讲述刚才发生的神迹 可别人都觉得他在吹牛 不愿接受说谎者的糖球 就连小伙伴也不愿相信他 纷纷表示不和骗子一起玩 即便这样 也没有改变男孩的信念 他做任何事都要礼拜家内侍 只为再见上主一面 闭晃过了18年 小胖长大成了男子汉 但他的潜心没有一丝丝改变 不管是暴雨严寒 还是高烧不断 他始终坚持徒步去家内侍神庙 完成每日的祭祀成败 眼看曾经的小伙伴都已结婚生子 父母看不下去 开始给他安排相亲 迎娶一个漂亮的媳妇 试图改变儿子 接受传宗接代的任务 结婚当晚 本该是洞房花竹 男人却不解风情 捧着家内侍的故事会 竟然给新娘讲了一整夜 家内侍的故事 男人在洞房花竹夜 不和新婚妻子温存 竟然抱着圣经给老婆讲故事 大花看着老公认真的样子 也不好意思喊他睡觉入洞房 一直听到凌晨两点 终于撑不住陷入沉睡 等他醒来早已太阳高雪 老公也不知所踪 起床梳妆打扮 远远看到老公端来一盆鲜花 心想老公还挺浪漫 赶忙准备早餐迎接老公 可老公却没看他一眼 静止来到家内侍神像前 将花环戴在家内侍的脖子上 大花虽然失望 还是贴心地邀请老公吃早餐 但老公小强根本不领情 还要把早餐献给家内侍 小强接过大花手里的早餐 直接放在了家内侍神像旁边 就这样过了三个月 大花终于受不了这样的生活 他泪眼婆娑地要回娘家 请求公婆放行 因为结婚至今自己还是处子之身 这对于已婚妇女来说 简直是七尺大了 父母极力劝说儿子 可小强非但不做任何挽留 还表现得十分开心 说自己终于可以安心冥想了 于是他来到丛林 坐在树下开始向家内侍冥想苦修 一坐就是三十八天 家内侍却没有任何现身的迹象 这天一位仙人路过于此 告诉小强 他虽然前程却不完整 从来都是家庭服务于他 而他未曾服务过家庭 即便是毁灭神师婆 也要娶妻生子才能完整 小强瞬间明白老婆孩子的重要性 去丈母娘家接回了老婆 过上了正常的夫妻生活 很快便生了个大胖小子 时光飞逝 转眼过了三十八年 曾经的小强已垂垂老矣 可他对家内侍的潜性却丝毫未减 喜欢在家内侍神像前 冥想的习惯也没改变 这天大花有事要回娘家 提醒老强看好小麦 别让麻雀祸祸了 老强点头答应之后 又自顾自唱诵家内侍赞歌 孙子跑过来让他保管风筝 便出去找小伙伴完了 结果老强唱歌太过入神 风筝刮跑了也没感觉 两个孙子回来看不到风筝 气得嚎啕大哭要爷爷赔给他们 就在这时 大花也从娘家回来 发现粮食被麻雀吃了一半 立马冲进来质问老强 眼看家里乱作一团 邻居老头走进来看热闹 嘲讽老强老糊涂了 从小就天天念叨家内侍 再这样下去 死了也会被骂神经病 儿子见不得别人诋毁老爹 立马赶走了邻居老头 可邻居的话一直营绕在老强耳边 导致半夜未眠睡不着觉 起床来到家内侍神像前跪摆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家内侍哭诉 说被别人嘲讽了一辈子也不怕 但现在自己已经垂垂老矣 不知还能有几天可活 只希望死前能见到上主一面 就在这时 老头耳边响起熟悉的声音 告诉他自己明早会在恒河现身 次日一大早 老强就赶往恒河 村民以为他像之前一样 要去神庙里拜家内侍 告诉他通往神庙的桥段了 劝他回家安心养老 老强却表示今天不用去神庙 家内侍会亲自来恒河 村民听后全都大笑不止 觉得他是在说糊涂话 老强拖着残驱来到河边 不过老婆苦苦劝阻 毅然居然跳进了河底 一定要找出家内侍证明自己 面对村民的嘲讽 老强依然坚定自己的信念 再次潜入河底 搜了一大圈 等他重新露出水面 抱的却是一个椰子 村民嘲笑他就是一个傻老头 纷纷表示要回去开门做生意 老强却把他们叫住 发誓一定要证明自己没有撒谎 自己会再试一次 如果这次没有找到家内侍 就承认这辈子都在吹牛皮 随后大强又一头扎进水里 这一次他怀着必死的决心意识 众人见他久久不露面 全都以为他已经淹死在河底 家人哭得是死去活来 儿子甚至要冲下去捞出父亲 就在这时 一团金光闪现在水面 原来老头快要淹死时 家内侍现身河底 化作黄金神像 拖着老强一路上升 重新从水里窜了出来 村民们全都惊呆了 这才明白老头没有骗人 从此尊他为长者 还在这里为家内侍建立一座神像 将老强的样子刻在家内侍神像上 取名为老强家内侍庙 老强被家内侍赐福可治百病 全国各地的信徒闻名赶来 老强只需将手放在神像上面 然后再按住患者的身体 患者便能不治而愈 又过了若干年 老强感觉大陷将至 便来到山洞作画 在村民的赞颂中 肉身化成了一座石像 而灵魂融进家内侍体内 男人趁四下无人 将粮食洒满一地 然后装作很惊讶的样子 大声询问老婆怎么回事 老婆见状赶忙蹲下 收拾洒落的粮食 还没刚开始 她的婆婆就走了进来 看到如此画面 直接破口大骂 说媳妇不懂珍惜粮食 甚至抄起木棍要加法伺候 女人吓得浑身颤动 一看就没少挨揍 赶忙加快装粮食的速度 下一秒 小姑子又满是嫌弃的跑进来 责怪嫂子磨的豆浆没加糖 根本喝不下去 女人刚想解释 明明是小姑子不让放糖的 话没说完就被婆婆抽了两棍 倒地的瞬间不小心撞翻了花瓶 气得婆婆又是一顿猛抽 还命令女人收拾好碎片 否则罚她三天不能吃饭 殊不知她们的恶行 早已被食尸鬼看在眼里 食尸鬼决定帮助可怜的女人 出手教训她们一番 于是一溜烟冲过去 附在女人身上 按照婆婆的要求出门拎水 在女人打水时 小姑子提来一包脏衣服 扔在地上命令女人半小时洗完 女人不动声色 转身就把一桶水泼向小姑子 小姑子被泼了个偷心凉 大声呼喊叫来老妈撑腰 婆婆出门一看儿媳要起 立马掏出皮鞭 二话不说就向她抽去 没想到女人一反常态 直接攥住皮鞭 一把将婆婆甩倒在墙边 然后狠狠甩出皮鞭 谁上来就要抽水 她的操作可把母女三人吓坏了 公公听到动静出来查看 刚要训斥而洗 就被女人的恃吼公正了回去 老公出来也被吓得瑟瑟发抖 最后女人命令一家五口 捏着耳朵做萝卜蹲 五人没想到女人有这么大的能量 全都乖乖服从 按照女人的要求在门口做惩罚 引来了整条街的邻居为官 纷纷嘲笑他们罪有应得 小姑子怎么都想不明白 平时逆来顺受的嫂子 怎么变化这么大 询问她吃了什么药 就在这时 家内食来到此地 告诉他们 女人被食事鬼上了身 才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可把众人吓坏了 食事鬼看到家内食过来 立马丢下皮鞭 转身就要逃跑 结果被家内食用电锁捆住 食事鬼却不愿离开女人的身体 还说自己是在做好事帮助弱者 惩罚欺软怕硬的恶人 家内食让一家五口做出保证 当众立下誓言 以后不会欺负善良的儿媳 在几人反思病历事后 食事鬼才离开女人的身体 跟着家内食重新回到丛林 此事过后 一家五口性格大变 对儿媳关切被治 再也不做恶事 而食事鬼被抓回去后 家内食开始继续给他讲故事